什么好东西啊 里面挑花的 漂亮的 我看看有多漂亮 花一百万在批发市场里面 买到什么样的品质的手足呢 咱们今天去看一看 老板娘出什么新货了 像这两条咱们远看 这一抹绿很漂亮很辣 底子干净肉白肉细 但是细看像这种货 还是不在我们收获的标准范围以内 这里百万级的东西就多了 像这种一看就是上百万的东西 很细 很纯 这个看起来 虽然说种好色好 但是不是那个级别的 我外面看一眼看 这种货一定要在自然光看 因为它颜色比较浓郁 我们在外面能够看出 它真实的一个价值的感觉 色花全部布满了整条手足 也就是带色花的一条手足 而且它的花比较多 比较浓 所以翡翠它是有很多种颜色 也有很多种不同的 给我们的呈现美的感觉 像这条货它是比较有特色的 要遇到它喜欢这种颜色这种特性的 才能够体现它真正的价值 基本上我要下手的是 大部分人都喜欢 各个人见人爱的东西 那边毛胚市场出了几条新货 咱们过去看看 走 什么好东西啊 里面 飘花的 漂亮的 漂亮的很 我看看 有多漂亮 哇 这种啊 这种东西是漂亮的 我外面看一眼 像这里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毛胚当口 有很多 每一天我们自己的毛胚 白天也放出来卖 也有很多像这样出了货 工厂里面 就直接送到我们这里来 一看就是比较老杠的 期货很高的 有杠性 飘花 它这个兰花 飘得非常好 很漂亮 难得有点犯情的那种感觉 很享受的一种兰花 像这种毛胚 咱们的期货 是给我们有惊喜 咱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纹力 有一个色根 黏金的感觉 但是这个做了以后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纹力 这个就看我们起了货以后 它显不显 如果不显 它就长了 这里也有一点 这个纹力啊 很不好看 要通过咱们的光 各种角度去看 我们说的后 完美度 起货的保证力 基本上都是很高的 可以啊 这个 像这四条 经过我们细看 把它品控了以后 完美度也是很高的 这是符合咱们收的 就看我们价钱 能不能跟他谈个理想价钱而已 哈喽哈喽 是啊 这四条看了 有一条有小纹的 好 我来给你按个价 好 咱们微X吧 好 开价几百个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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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